剛剛看到裝潢的糾紛搞到鬧上法院了 下面還真的沒有聽過剪頭髮剪到吃官司 這位太太在擺圓理髮把人家客人 客人覺得說把人家客人的頭髮剪壞了 結果被告毀損頭髮以及詐欺 學姓理髮師越講越生氣 怎麼也沒想到房人理髮竟然也會惹上麻煩 就講說你剪這什麼頭什麼頭要叫我重給他剪理髮 新北市中和一名陽性男子去年11月到台北市信義區 一家百元理髮院理生勢頭 想不到回家後越看越不滿意 回到理髮店要求重剪 理髮師不願意男子就賴在店裡不走還堅持要提高 要什麼 意思就是要看油的要給我看油的 替人理頭髮理了40多年 在頭一次遇到客人不滿意要提高真的好無奈 檢察官認為頭髮是身體的一部分 並不是物品與毀損罪構成藥檢不服 實行理髮師收100元提供理髮服務並沒有詐欺 滿不滿意使個人感受問題 說理髮師詐欺實在太嚴重 法院裁定不起訴處分 主題新聞台北綜合報導